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女嘉宾,欢迎 有请下一位嘉宾 在我自我介绍之前呢 我要先帮一个朋友 拿个东西给十三号 十三号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爱心 爱心 巧克力 巧克力,上面还有什么 它有一个信 爱情就像气球 一不小心 就会消失不见 我想牢牢抓住你 不再 让你离开 这是我第一次来非常外面 收到一个礼物 但是我不知道是谁给的 所以就有一点欢喜 期待到底是谁 是某个女嘉宾 她等一下会出现 那我们就期待一下 看到底是谁送这个礼物给你 今天好像期待串挺多 刚刚之前也有人送礼物给八号 真的吗 真的 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叫做心柔 我来自台湾 今年二十三岁 然后我的爱情宣言是 真爱没有理由 不爱才有很多借口 我可以在你难过的时候 跟你伤心的时候 跟你说 但是 你不可以想要控制我 我可以不在乎你的过去 不在乎你的朝见 但是 你不可以有暴力行为 包括言语暴力 当我说完 可以不可以的时候 她没有为我展现 现在蛮失落的 面具 打开吗 三 二 有互动吗 有 因为我是中韩混血 所以我今天想要在这边 展示给大家 传统的韩国好媳妇 是什么样子 哇 大家对于传统的韩国好媳妇 这件事情 还是蛮有兴趣知道的 老公 老公在外面工作 然后很辛苦 然后身为老婆的我呢 就是要让她回家的时候 可以好好的放松 然后好好的就是体恤她 那你觉得在第一轮当中 谁有资格来扮演你的老公呢 8号好 请问这花是你送的吗 不是 不好意思我先走一步啊 赶快 太夸张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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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哦 很辛苦对不对 你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啊 我白天已经很吵了 我一整天没事就只看你一个人 你就不可以跟我说说话吗 你可以 你可以看电视啊 等一下 等一下等一下 一整天站了很辛苦对不对 我帮你脱鞋 脱鞋啊 是Jack Boy啊 VIVI你要不要跟我说说 你今天上班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主管有为难你吗 主管 有啊 什么我去找他理论 你不阻止我吗 你不要找他理论 你有没有办法可以让他帮我加薪啊 应该可以 OK 那你快去吧 你工作一整天 回家看到漂亮老婆 不开心吗 漂亮老婆 哪里啊 我特别想了解一下韩国野蛮女友的那一面 哦 OK BB 按摩是不是 按摩是不是 哎呀哎呀 BB 你现在知道太浪老婆在哪里了吗 对对就在我后面 就在我后面 好笑 你们演的真的是太绝妙了 但我现在觉得这里味道太奇怪了 你还是快穿上鞋子吧 谢谢娘 我服你我穿扶你 谢谢你娘子大人 谢谢谢谢 希望我穿扶你回座 不用不用 娘子你请留步 小的高腿 和她近距离之处的时候 其实 心里面挺幸福的 就是 畢竟那一直是 我去想象 去梦想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很传统 其实还蛮享受的 我觉得有这样的传统女人 已经很少了 好 接下来 那可以选心动不心动 好 上起两步再感受一下 行动 行动 在那地他中意他中意他 他的步伐 让我的世界 不行动 你伤害了我 还一笑而过 李奥有吗 我觉得他一直在瞪着我 你应该理解 这说明他对你比较有兴趣 他如果没有兴趣 他这时候应该是睡觉 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 来了解一下心柔 对一个好的编剧来说 角色就像是衣服 换上不同的衣服 就能创造出不同的角色 以下的世界 总是拥有无限的可能 一个女孩 一台小姐 十几个国家 每一段旅程 都会用胶片记录下这些片刻的美好 他行走过夜的巴黎 也踏过青桃满地的北京 他常常会迷失在地图上 每一处的风景 每到一个新的地方 都会用心为朋友们 调学他认为最特别的纪念品 其实回到家后 还是不断留恋这些超超级 缺分在地图的美丽场景 一个女孩 两段感情 两个陌生人 在一场不喜而遇的旅途中 第一次遇见彼此 但感觉 却不陌生 出现在他生命中 第二任男友 却是截然相反 是一个自由狂 因为工作的关系 一个星期只能见一次面 但是 与林太远的爱情 仍然无法保险 他们试着结束这段感情 朋友的距离 对于他们来说 太远 而情人的距离 对于他们来说 太近 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故事随时都在发生 不同的角色 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身为编剧的我 喜欢创造不同性格的角色 但是始终写的是我自己 要为世界的美好而知情 我是星柔 我来了 我们来通过四个文字信息 来了解一下编剧心柔 A 现在从事编剧和韩语翻译的工作 很怕妈妈从小接受 传语的韩佛书理教育 B 身体里住了两个自己 身边没有和自己同年龄的朋友 同步邀请朋友到家里做客 15号 我想问一下 你身体里住了两个自己 你是说你有两种心得吗 对 就是 其实我觉得我常常会在选择上 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包括可能连点餐 我都会有很多困难 然后我觉得最明显的是 其实我很喜欢搞神秘 不太喜欢人在来了解我 可是我的内心却很渴望有一个人可以了解我 你懂吗 我懂 但这个是其中一个性格 所以这样 对 这是其中一个性格 另外一个是 我很希望让大家知道我是谁 可是 我又不想让大家知道我是谁 6号 你是什么星座 双子 这是我反应 等一下 我想送给你一句话 就是说 你一旦去思考自己的存在 你也就毁灭了这种存在 可是正确是由于思想的存在 你才存在 然后又以为你是能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瓶颈 但是又永远无法瓶颈 所以才有两个人 而我看的过于深刻 所以星庸比你以为的要肤浅或幼稚是这样的 其实我觉得就应该是上落的 所以他的目的只是证明他的眼光没有错 那我还想问一下 就是你说你从小接受传统的韩国淑女教育 那我们刚刚已经看到 你非常淑女教育的一面 那你说你很怕妈妈 有没有具体的一件事 在我国小的时候个性是很男生 然后会跟男生打架 然后国中的时候也喜欢当大蝶头啊 照顾人啊什么的 可是每次当老师 他说你再不乖我就把你带去什么学务处 我都觉得你去找啊 我不怕你啊 可是他只要一说到说 可是你去学务处你妈就会来哦 我就会说对不起 我知道我错了 不要找我妈来 就差不多这么明显这样 所以我妈一直觉得我 因为我回到家就很乖 可是一到学校就衣服拉出来啊 然后那个书包乱背啊 什么的 你好 从不邀请朋友到家做客 和你妈妈对你这种非常严格的教育有关吗 还是说你没有同年龄的朋友是你自己性格的 就是不太喜欢接触 没有同年龄的朋友不代表我没有朋友 其实我的朋友们年纪都比我大 然后我觉得是因为个性可能本来就比较早熟 不喜欢带朋友来家里做客 可能跟妈妈没有关系 我觉得是我自己的问题耶 就像动物会画一个自己的领域一样 然后这个领域里面呢 只要我哥啊 我姐啊 或者是我妈带朋友来家里做客 那个客人我通常都不会给他好脸色看 然后他们都会问说 你女人是心情不好吗 她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反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对啊 就是不喜欢 所以我也很少带朋友回家倒是真的 意思是说 人跟人之间是有一个安全距离 就是超过那个距离 就会让人觉得不在或不舒服 所以你的距离比一般人大一些 就是你家以内是你的安全距离 有点这种感觉 家人是可以进来这个圈圈吗 家人可以 男友可以吗 男友可以 但是其实很少 我很少带他们回家 你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编剧 因为 卑士比亚也是这样子吧 to be not to be to be not to be 你说人格分裂吗 她可能不一样想法 9号 李嘉宾是一个编剧 那我想说 那你肯定有很多点子在脑子里面 我想问一下说 你有对自己的前男友做过最浪漫的事情是什么 我觉得浪漫这个东西不是精心设计的 而是应该要融入生活的 所以我会不计较回报 然后一直付出一直付出 我觉得最真诚的表达就是最浪漫的事 韩国鼠女教育是你刚刚开始表现那个的 除了那个之外 因为其实我个性比较爽朗 我会很开心我就大笑 然后很生气我就会拍桌子 可是我妈就会 她只要看到我大笑 她就会说 女生怎么可以大笑呢 女生要 明嘴笑 然后可能坐的时候啊 有时候女生穿裤子啊 然后腿稍微开了一点 她就会说 女生腿坐着怎么可以张开呢 这样男生怎么想你啊 就类似这种 然后你就要必须默默地把脚合起来 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笑的话 你是明嘴笑吗 当然不是啊 你看我现在有明嘴嘛 所以你只是在妈妈在你面前的时候 对我妈妈在的时候我就很乖 才这样比较特首是吧 妈妈不在的时候 这些都已经丢掉了 妈妈在哪 妈妈会看到的 那这样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个女生的情感部分 七 两次恋爱经历 李悟小姐 觉得爱恨之间相隔一线 你觉得没有两个人不爱了 就该立即离婚 第一 喜欢成熟锐剧 有担当的男生 希望可以彼此信任 又有各自独立的空间 李悟小姐 是只收到很多礼物 不是是我送很多礼物 送前男友 还是送所有的朋友 前男友 我会记得很多很多的节日 或者是可能我们相遇的第一天 我们第一次一起去的餐厅 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我会记得这些所有的东西 然后准备一个小礼物 那这个礼物呢 有时候会亲手做 有时候我觉得 就是送他可以用到的东西 二号有话说 以你天剧的感觉 如果以二号这种形象 在你的作品当中 你会给他设计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我觉得 我求你了快说吧 就是花心楼 我觉得他的外表啦 就是可能他今天装扮什么 他一直让我想到那个F4 就是颜程式 就是那个外形 是不是也差太多了 我说头发 不爱了就立刻离婚 这件事 我觉得你还没结婚 就对离婚那件事 表现那么坦然吗 因为我自己是单亲 然后我身边有太多朋友是单亲 也有很多朋友离婚 所以我觉得 在现在这个社会上 离婚其实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 结婚一开始 姑且不论是为了承诺 为了真的相爱 亦或是年纪到了 我觉得两个人既然结了婚 就代表他们有一定的情感在 可是如果时间久了 这个情感没了 那当初在一起的意义是什么 倒不如就分开 然后去寻找各自下一段的幸福 那如果我是你的话 就不会选择结婚 但就像我说的啊 结婚并不是只是因为相爱 有时候是年纪到了 有时候是一个冲动 有时候是为了一个承诺 有时候可能是为了家人 所以你当下可能会为了某个理由去结婚 那你结了婚之后 我相信人会在内心深处有一个莫名的责任感 那当这个责任感 亦或是爱情没了的时候 其实两个人牵手好像也没有意义了 那结婚证书也只是一张纸而已 你就算去办个离婚 上面也不会登记说你离过婚 会的 这里会吗 快这里会吗 好快来告诉他这里会不会 会写了两个大字 离异 十一号 我那有问题是说 那你怎么知道说 你不爱这个人 婚自己啊 问自己最准 不要欺骗自己 那有些东西是当你失去之后才知道 如果两个人都失去之后才知道 那就继续在一起吧 离了婚之后再结婚一次 OK啊 现场还有其他的男生觉得 结了婚之后原则上 你是不会考虑离婚的吗 接下来呢我们留一些时间 让七楼跟男嘉宾一对一 斯米问答选择两位 八号 你介意年纪比你小的女生吗 不介意 你相信爱情跟缘分吗 我相信 那就你老师的观点来说 你觉得我今天会成功还是不会成功 这是两个人的事 好 谢谢 十三号 你喜欢狗跟小孩吗 我很喜欢动物和小孩 那对于远距离恋爱你有什么想法 行得通 要看那个爱情多多亲密 那你觉得我怎么样 不错啊 你非常一个好的女生 好谢谢 要不要更改新的男生 不要 可是呢 我刚刚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听说现场 因为我是淡江大学毕业的 听说现场有一个我的学长 还真是 学建筑的 对 然后呢 因为我在淡江大学有一个传统 就是每次到大考的时候呢 就希望学长姐可以送给学弟妹欧帕糖 就希望他可以考试的时候全部欧帕 那我觉得今天我站在这个台上 也像是一个考验 我希望我的学长可以给我一些支持跟加油 小吼 你愿意吗 欧帕糖也行 当成欧帕糖 谢谢 小吼 麦刚刚说的是什么 说就是我刚刚一个欧帕糖 然后就把它当欧帕糖 那等一下告白的时候 比较会讲话 然后可以表达自己的心 就是心中想想的东西 谢谢 好贴心哦 好甜哦 哦真的 做这个特别的安排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意哈 心中的男生是不更改的 不改 因为爱所以爱 珍惜在一起的愉快 男生们先做出你们的决定 完美告白 为爱转身 我让山顶的朋友给你掌声的鼓励 除了学长的 欧帕糖的鼓励 好 那我决定直接告白 8号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像我的靠山 稳重 稳重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像个小孩 也是对我鼓闹 我希望我的另一半 有时候像个爸爸 对我唠叨 我相信上天给我挑选的另一半 是一个特别 而且尽心挑选的 那我从台北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遇见一个人 我其实现在很紧张 然后我有请制作单位帮我准备酒 因为听说喝酒能壮胆 然后也能够酒后吐真眼 当她今天把酒拿给我的时候 我吓到了 因为她拿白杆给我 我不敢喝 你愿意 发挥你的身世风度 帮我喝一杯吗 不是你要酒后吐真眼 为什么是我喝呢 因为人家不敢喝啊 OK 那我们喝交杯好 你先喝 不是 你喝手上那一杯 你先喝啦 交杯 交杯 我不知道这个举动对你来说没有压力 可是 如果你喝了我会很开心 咪一下可以吧 当然是一口啊 干啦 你是读心理系的 我想问你 我很喜欢年纪我大的男人 有错吗 很好啊 我喜欢成熟稳重的男人 有错吗 没错啊 那我喜欢聪明理性的人 有错吗 都没错啊 那我喜欢你有错吗 那他哭的时候当然有种心疼的感觉 伸过去抱抱他 说你还有我 你一直见面呢 就哭 我的印象不是很好 我觉得 我会选择你 是冥冥之中老天的注定 偶像我找过你 你知道我们是同一天生日吗 我是一个编剧 我到目前为止写的剧本 都很悲伤 我一直希望人生 能有一个正面的力量 自从我看到了你 你愿意成为我 下一个剧本里面的主角吗 来自台湾的美女编剧 就是夏冬豪喜欢的类型吗 感觉你很外放很活泼 可以给他带来快乐 我很喜欢你这种类型 非常完美 欢迎您回来 我一直希望人生 能有一个正面的力量 自从我看到了你 你愿意成为我 下一个剧本里面的主角吗 我只想做你的公主 结局你来定 我都是你的 下一本的主角 是拍为电影吗 那谁是女主角 大概是你跟我啊 你希望是谁 我真想 你愿意接受我吗 我看你 越看越像友情 因为我觉得 你就是我朋友的类型 我很喜欢你这种类型的朋友 真的 感觉你很外放很活泼 可以给人带来快乐 就很开心 然后就觉得 这是一种朋友的情意 那爱情的我觉得 还没有 在我转身离开之前 你可以抱我一下 天空 天空 为了你 会不会 有一天 时间真的能倒闭 会不会你的 我的 为你 一个永远的岁月 也许会 有一天 时间真的有终点 也要和你追起回忆两个天 和你再感觉累 我觉得我们会想要最余 那一定是 谢谢你 那么开心 到时候 回去的时候 一起吃台湾小吃 好 叶维丁 大狗狗 叶维丁 盖章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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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知道那个 花是谁送的吗 我同说我出来 我知道 我在一时的美丽 每天听到花语 是嬷嬷守候 就算我们做朋友 你难过的时候 不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找我 我可以 帮你解忧 帮你 分担你的心情 默默守候 默默守候 一直是我在为他做的事情 所以希望他能够体会到 也希望他能够了解 别人给我好的能量 我爱的能量 喜悦的能量 所以我这样听的时候 我觉得 在心中我是很感受这个能量 并且把这个能量收下来 当作礼物 谢谢 谢谢 因为我觉得这个女孩好精彩 如果有一个男孩可以幸运地 拥有辛柔这样的女友 你简直就是同时拥有了三妻四妾 因为她随时可以变换出不同的心情跟角色 我只希望辛柔在爱情这出戏里面 不要自导自演 可以更多地关注对方的感受 写出一个互动式的剧本 就像夏老师一开始说的 这是两个人的事 觉得他敢爱敢分 明确地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 然后如果不爱的话 就选择立即分开 表白呢也大胆直接 走也走得特别潇洒 我就喜欢这样的江湖儿女快疑恩仇 辛柔是说爱恨一线兼龙 所以八号男嘉宾 现在是不是应该要小心一点 其实我觉得辛柔不需要别人的建议 他只需要明确地沿着 他现在自己认准的道路走下去就可以了 一定能碰到一个比夏老师还成熟 还稳重 而且愿意牵他手的人 那是一定的 接下来这位女嘉宾 今天是第二次来到非常完美的现场 和以往返场的女嘉宾不同 他今天不是为了他曾经的心动男生而来 而是为了曾为他转胜他 其实我刚才被你的那个歌声真的有打动到 而且我不是说不喜欢这样类型的男生 而是 其实在我的私里面有一个位置 与其让你在我每种枯萎 宁愿你犯错后悔 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李嘉宾呢 他们首先不需要男生转过去了 因为呢他曾经来过我们的节目 当时他为爱而努力 这次呢他同样再次为爱而来 但是据说他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所以在请出他之前呢 他需要我代表他来念一段他此刻的心情的文字 他说呢 节目录完回去以后呢 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想到你 开始觉得呢是一种哥哥的温暖 可是慢慢地我和朋友聊天的话题呢 就变成是你 看非常完美变成了看你 请你原谅我这一次的突然 我可以什么都不管了 就算全世界都觉得我是神经病 骂我嘲笑我 我也要告诉你 我喜欢你 听起来哈 总是有一些背后的故事在这段文字里面 那到底这个女生这次他不能控制住喜欢的人是谁呢 我们首先来看一段的片 听说过这样一段故事 有一个女生 有一个女生从为一个男生 失落 伤心 与此同时 她也同样地把另一个人去之前里 这份悄悄的幸福被她遗失 回忆那天 那是一种从未有过的体验 那种心跳的感觉 让人窒息 我想 这个世界上 本该让她动心的事 就是你慢慢地 让她走来 幸福 是不是错过了一次 就不会再有了呢 就像我 是不是已经 把你弄丢了呢 所以 图诗敏 我是 车文大 你还记得我吗 痛苦的城市 忘不了 为何你 还来 我懂我 想想 爱你 的 能了 今夜的夜 心痛 明了 我真的不知道她会来 我今天 其实需要复杂 其实我蛮期待 那个 陈世明的表情的 这声音要跳出来一样 特别特别紧张 这个片子最后 她爆出了 男主角的名字 十三号 你还记得她吗 记得呀 我喜欢你的地方很多 你是很希望 人家爱的女生 很喜欢拥抱 然后你又很独立 又照顾家庭 非常可爱的一个女生 那今天 她是为你而来的 现在 请十三号 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此刻的心情肯定不一样吧 不一样 什么样的感觉 很紧张 这第一次有人就是回来 然后向我告白 然后而且 我记得她是谁 陈文娜 那时候 我向她告白 是 失败了 是 很多回忆 那现在我们来等等她 看她以怎样的方式 要来到我们的现场 好 紧张 然后总结的就是激动 但是反正心跳 一直就是狂跳 然后没有很正常的民宿跳过 原来他 好妙 突然在椅子这边展身 我觉得我们作为朋友 很好的那种朋友会更好一点 因为我很喜欢那种 就阳光一点的男生 笑起来很好看的那种 灯光打下来 这样够不够阳光 我如果真的喜欢一个人的话 当然希望他幸福 我想我们会是 很好的朋友 谢谢你 你吓掉我吗 对 我没有见面了 上一次 我穿着不合适的蓬蓬裙 踩着不习惯的高跟鞋 选择了一个不适合的他 今天 我换上最自在的衣服 贪婪失实地踩在地板上 站在你曾经面对我的位置 上一次 我错过了 这一次 我不想错过 我确定爱你最爱 你笑着心灰烂 你笑着梦灰烂 我梦灰烂 我笑着梦灰烂 那一空中的梦灰烂 上一次 我对你说 我是一个心之口快的人 你说你喜欢 我说 我是一个慢热心的人 你说 那我可以当那个太阳 给你温暖 我说我们适合做朋友 你说 可以更好一点吗 因为那时的我 觉得 配不上你 当时的好 所以 今天我想对你说 三个对不起 对不起 我就这样来了 没有顾及你的感受 对不起 我做了一个 最失败的选择 最后一个对不起 最后一个对不起 就是 我现在才来告诉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觉得 他不需要说 这个三个对不起 但是我知道 他看起来好像 非常想说出 他心里的话 其实一开始 其实一开始 跟他对 他说那三个对不起的时候 其实我的眼泪 一直在眼眶里面 我这一段时间 都在关注你 我知道 你七夕晚会的时候 拍了一个短片 我这一段时间 我突发奇想 我也有我的一个梦想 我想让你看一下 我突发奇想 如果你真的有一家书店 我幻想着 可以和你一起经营 我在这边 你在那边 各忙各的 却很甜蜜 我幻想着 你对我笑得 像阳光一样 温暖 灿烂 喜欢你的小浪漫 如果是我 收到你亲手写的纸条 那会是多么快乐呢 我希望 你在我身边 不只是想象 梦醒的时候 你就会站在我的面前 这是我一点 小小的私心吧 我也希望 这一切都会是真的 你傻了吗 有一点 你还记得 你收到的那两份礼物吗 嗯 实际上是什么 好像是一个爱心 爱心 巧克力 它有一个信 我这里还有一份 其实 我想说的是 这就是我们的故事 我曾经 不小心放飞了 你对我的 喜欢 曾经 辜负了 你对我不顾一切的靠近 现在 你是我 最甜蜜 最想环游的世界 这是飞走的家吗 气球 云朵 方子 那时候看到这个家 这个气球 我很感动 因为 圣文娜是一个很可爱的小女生 然后 所以她的气球 是 残骨 然后 JESTV 我想对你说 这一次 我们不只做朋友好吗 我真的 很喜欢你 我为了 要给你这个惊喜 我隐藏了好久 看到你 我只能 躲在角落里面 因为我不想让你看到 我为了要给你这个惊喜 因为是你 我真的很感动 我很感动 我真的很感动 因为 在这里的每一期 我都蛮专注 在这个节目上 很多细节 我都有在很注意的看 竟然没有看到你 对 我非常认真 因为我不想错过你 因为我不想错过你 你这次来 我真的也蛮惊讶的 完全没有跟我讲 因为我要给你这个惊喜 因为我要让你知道 你对我有多重要 你知道吗 我还记得在荧幕上的你 跟你那天穿的完全不一样 两个人 那天你穿的是跑步鞋 然后宽充的T恤 印度裤在那里 跑步 我那天对你影响非常非常深刻 蛮高兴的 高兴是你 我不知道 他们看不到 看不到 这个家 我其实也一直很 希望有个家 但是 我好希望你 早一点来 早一点来 我 这次 想把你那次的可惜 你补上 因为我其实真的一直想要去海尔滨玩 然后一直想要去透明看一看 我都可以带 我都可以带 你在考虑什么 因为 我那时候有那份冲动 而且 我相信 你也知道 我那时候的冲动 我真的说 啊 签文啊签文啊 拜托跟我走 我 我都记得 而且 我想这一辈子也都不会忘记 这一次 这一次 你要跟我一起走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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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还 我现在还 我只拥有你的 我 我觉得 不是因为你 我觉得你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特殊的女生 非常勇敢 然后 我刚来的时候 也是 这样 我来打破这种尴尬 我知道 现在十三号比我还纠结 我不得不上来 是我觉得以十三号的个性和她天性的这种善良 我觉得她很难在此刻很明白的告诉娜娜 为什么我之前会读那段文字 是因为 娜娜今天来 她是真的很怕被很多人骂 当时背景的情况是什么呢 娜娜那次来是对四号 袁晨熙告白的 晨熙拒绝了她 然后图示明 向娜娜告白 娜娜拒绝了她 按照正常的逻辑 是不是觉得说 娜娜 今天又回到现场 她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很可笑 你当时为什么不接受 要到现在再来 她很担心被骂 那图示明现在也是如此 为什么当时你向她告白了 今天这个女生又为你而来了 你现在不接受她 但是我曾经在节目的开场白当中说过 爱情的独立精神就是 任性 自由 来去无踪 时间 对于爱情这件事情 是很可怕的 可是试过境迁之后 也许没有过很久 此刻的她现在 没有像当时那份感觉了 这就是我们需要面对在非常完美 这个看似非常完美又梦幻的舞台上 可能需要面对的一个现实 爱情其实有的时候很残酷 我想问一下图示明 所以 你现在 有那个冲动想要跟娜娜走吗 没有上次那个 没有上次那个 理解 呃 我相信此刻 我们从功利的角度来想 如果大家关注 从不同的立场都会责备这两个人 但是我觉得 我们应该更多的是理解 娜娜 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责备的 因为这个人生中本来就有一个词叫错过 那爱情中还有一个遗憾的词会叫做冲动 那冲动如果能够延续一直冲动下去 这个词就不叫冲动了 所以当时图示明上来的时候 是因为看到这个车文 很多地方符合他的这些憧憬和需求 产生了冲动 但是这个时间拖的也比较长了 这个冲动过去了 那激情退去之后 增加了其他的变量的考虑 那现在没有冲动了 当然可以拒绝 真的不应该责备耶 我只是说 包括娜娜跟施敏 非常完美这个舞台 我觉得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是真实发生的 爱情的实际残酷面 就算它是残酷的 也就是爱情真实的功课 不是吗 我想说 我拒绝了你一次 你拒绝了我一次 我们扯平 对于你的喜欢 我丝毫没有减少 我还会再来 我一定要把你牵手 我并不觉得我错过了 我说过我一定还会再来 我一定 会让我们 不再继续做朋友 不再继续做朋友 只有跟她拥抱的那一场 就觉得特别温暖 所以自己也不晓得 就控制不住的大哭 真的控制不了 很无奈 而且我真的 很欣赏她这份热情 爱爱热情 很勇敢 每一个人 是另一个人 是另一个人的情色 在寂寞的时候 什么地带更迟 来 世明 你回去 娜娜交给我 我为什么要 让13号先回去 是我知道她很难提出说我要回去 娜娜我必须 让你流完泪我跟你说 很多女生在 当没有得到她想要的那一份结果的时候 都喜欢不止你一个都会说 我还会再来的 我曾经后来回家 就是在某一些时间点 仔细在揣摩女嘉宾 在此刻说这句话的心情 她们是真的觉得她们会再来吗 还是说只是想在此刻表达一下 内心还没有完全宣泄完的情感 而最美好的爱情 一定是双向的 所以 有点残酷 但是 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心强大又坚强的女生 你一定会明白我的意思 明白 好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 相信你也都明白了 再以最热烈的掌声来送给我们最可爱的娜娜 加油 把我们最深的祝福跟加油给娜娜加油 加油 看到你 见到你 你会开心 在耳朵上一吻 是你 对我的负责 有一点希望 我 因为我 认为她会 真的会跟我牵手 希望我们的爱情都没有时差 完美告白为爱展身 有请下一位女嘉宾 衣服 我没有固定的风格 性格也同样百变 喜欢在不同的人面前展示不同的我 安静时会像乖巧的女嘉小妹 生起来会像夜店女王一样性感 王一夜 文静 妩媚 这就是我 我来自贵宁的女孩阿雅 听说阿雅今天来到现场好像有带来什么特别的财艺对不对 这个保密 保密 很有期待 希望今天的阿雅能够告白成功好不好 加油 加油 有请下一位嘉宾 好 大家好 我叫阿雅 今年23岁 来自桂林 我的爱情宣言是 趁我青春年少给你我的全部 我可以在你生病的时候 每日每夜的照顾你 但是我不希望你会乱发脾气 我可以允许你有亲密的异性朋友 但是不可以勾三搭四 虽然给我转型的男生很少但其实我还是很开心的 好 那接下来 是先有才艺的展示 还是先揭开你的庐山真面目 来 三 二 一 非常完美 欢迎你回来 三 三 二 一 一 我很漂亮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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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今天有跟男生互动的部分吗 有 我想请四位男嘉宾 然后让他们猜一猜我的职业 你先下去换装 我們剛好來看一看你到底是什麼樣職業的女生 來 3號 你覺得那個女生是什麼聲音 會不會是類似像什麼導演啊 編曲那種很千篇萬畫的一種職業 7號你覺得呢 我也覺得是應該是穿制服 我剛剛是猜老師嘛 因為他剛剛很辣 但是一般我們對老師的意義上都是比較 端床或是 10號 醫生或是警察吧 大概是廚師吧 到底是什麼 我們來有請他出場 就有點 geology 看看 我 spinning到 你也去很多 milieu 沒有 死 有 нет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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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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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